大家熱議的這個護病筆的這個部分 這邊特別再做一下說明跟澄清 那 這個是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 在這個 5月19號有發出的這個公文裡面 在上面的 兩點做一下說明 第一個部分是說 因應我們先前有提到過就是說因為確診個案 增加 有研議就是說有一些確診個案可以就地 收治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把專責病房的設置 除了說先前的過去都是傳統上就是劃定 獨立的區域集中來設置之外 就是一整區 一個病房 就是專科病房之外 也開放說可以用確診個案 已經在收治的 這個專科病房 比如說他如果現在是因為生產 的關係 住在婦產科病房 或者是因為 中風的關係 住在神經科病房 他可以就地在 這個專科病房裡面 來劃定成為這個專責病室的方式來 避免他的移動 跟這個能夠繼續提供這個 專科的照顧 所以這是部分做一個彈性的調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在大家熱意的這個護理人員的 這個人力的配置的部分 這個的公文上面是說 因為我們有接到一些醫院的反應 就是說這個在1比5的這個戶病比 上面是很 就是等於說很僵硬 然後就是說一定要1比5 所以我們在這個 這一點上面做一些彈性的調整 就是說 還是要醫院來試這個病人收治的疾病 嚴重度 以及這個照護的負荷 來做彈性的安排 那原則的上限 是不可以超過我們醫療機構設置標準 第12條之一 有關 戶病比的規定 所以大家在網路上寫到的說 什麼有 恢復或比照到這個 不管是1比9 1比12 1比15 這個部分 這個是一個天花板 這是一個上限 並不是說 這個公文要求醫院全部都要去按照 這個1比9 1比12 1比15的方式來做調整 他其實是要看這個病人的疾病嚴重度跟 照護的負荷來做彈性的安排 如果說他沒有做妥善的安排 有這個分配 不公 或者是讓我們的護理人員 有過勞的一個情形的話 那事實上 都可以來提出檢舉跟這個 去插核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是為了讓 醫院能夠做一些彈性的調整 所以把這個1比5 的這個原來比較僵化的一個規定 把它暫時 取消 不過我們還是會考量護理人員的 一個人力的這個安排 所以不會說 就是說這個都有醫院隨意的來做這種 這個過分的調整 那搭配的這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也接到 就是第一線護理人員的一些反應 說目前照護上的一些困境 除了就是說 病床有擴增 所以需要更多的人力來 照顧之外 因為我們的 輕重症分流的情形 現在在繼續的 改進之後呢 變成是中重症 才會去住院的話 原來很多的一些只是進來觀察的 病人 他就 不用住院 那現在真的在住院的都是需要 就是說像高齡 然後有合併共病或者是肺炎 等等 這些其實有很多的一些生活 起居上需要有人來每日照顧 但是因為這個專責病房他並沒有開放 家屬進去陪病 或者是說像過去並沒有 這個陪病的照服員可以進去照顧 所以變成說我們的護理師必須要 等於說全責來做護理 全責護理 所以我們會趕快來研議就是開放這個經過 訓練的照服員呢 可以到專責病房去協助 照顧我們的確診病患 而且會搭配著 這個護理師 能夠來一起照顧這個病患 就生活起居照顧的部分 由這個照服員 來分擔我們護理師 讓我們護理師可以專心 來做這個專業的護理工作 那我們也會 比較像長照機構這樣的一個提供來 津貼 那這個津貼的基礎 我們還會在開會來 做討論 盡快來公布給大家作為醫訊 所以在這個護理人員的部分 我們 我們有做以上的這些調整 那最後一點的話 是昨天的大家提到那份公文 前天的公文 並沒有提到 我們這個會由我們 實質長在盡快召開相關的一些會議 跟相關的單位來演技之後 趕快來公布 給大家來做醫訊 對 護理人力是一定的了 那你從某些病房給他要求一個超高的 護病比 1.5 那換句話說你其他的病房都護病比 這個就是照顧的人就變多了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在走向與病毒 共存的時候 其實醫療 在正常的 正常的醫療的量能 還是需要被維護的 然後第二個在以前就是因為 這些專者的病房 他不管是陪病或其他的照顧都沒有 都要由護理師來直接來照顧 所以相對的負荷就比較重 所以就規定一個人照顧的人比較少 那現在相對在Omicron跟以前的一個 疾病的進程的情況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會研議來開放 比照著長照的機構 那由照顧員來進來協助照顧 那當然醫院要把教育訓練做好來 那至於在護理人員是不是有大量的流失 我們來看 大概上109年平均的職業人數是18萬 平均是18萬153人 110年 就是18萬5015人 那111年就現在的1月到4月 從184,400到183,685 換句話說跟這個是 現在今年的這個1到4月 大致上跟110年 那樣平均數大概少了1,000多人 那這1,000多人不算是少 因為大家都知道每年護理的人數在7月 6、7月之後再畢業 就有一批的畢業生會進來 所以他全年度大概都是上半年比較少 下半年畢業生進來之後又平均又比較多 所以在從這樣的一個數字來觀察 並沒有看到這個職業人數的大量的減低